其實我未進來之前都找過工 不過就說比較困難些 因為人家一見到你視像 你已經是一個不太想請你 去年獲選為十大再生勇士的阿富 患有長期眼疾 只是剩下5%的視力 他在20年前自資開玩具店 環境好那時曾經擁有過8間分店 但在06年生意不好 欠下巨債倒閉 唯有由零開始接受復康機構的職業培訓 機構打破一般非政府組織 由社工管理社企的傳統 專門聘請有經驗的殘質人士負質營運 他們就看中阿富做生意的經驗 兩年多前請了他在醫院的便利店做主任 現在店舖的生意蒸蒸日上 盈利比以前更加多 雖然是這樣 這間社企在過頭3年 政府一筆過撥款的資助之後 仍然要面對經營壓力 現在我們這些活力店的租金 以往可能是沒有那麼多人 在鏡頭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很便宜的租金 來租投一個店來營運 但現在外面可能是很多NGO 都在說想營運社企 變成現在變成多人去競爭 變成那個租金就提升了 很希望我在鏡頭的社企 這些店舖的時候 不要再用純粹架高者得 這個唯一的方法 面對營運環境越來越困難 這間社企便利店 早前就推出送貨服務 又提供特價優惠來吸引顧客 提升自己的競爭力 雖然有成功例子 但事實上 香港不夠三成的社企有錢賺 社企諮詢委員會委員張仁良說 想轉危危機 最重要是經營者肯改變心態 鍛鍊商業頭腦 他經營困難、虧錢 可能有 不是因為他經營 不是他不想做好 可能是某些其他因素 這些我們會認同的 我們會鼓勵 還有看什麼方法幫他 如果那些辦法出來了 因為覺得不太行 或者那個經營者 是沒什麼心機做的話 我們就會很直接了當 叫他不如不要做 他強調市場競爭必須公平 政府不能夠長期撥款支持 虧錢的社企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無禮稱過